看起來國內有不少的大型醫院 都因此淪陷了 甚至還釀成了院內感染 除了高雄的人會醫院 個案是因為曾經去過萬華而染疫 結果讓同院的女護理師 也因此中標 另外一起受矚目的 還有新北市板橋區的亞東醫院 這指標個案算一算 一個人已經傳給十四個人 還有人因此喪命 疫情爆發以來 臺灣正面臨最艱巨的一場仗 肩負重責的大型醫院 除了量能 逐日吃緊 還得承擔院內感染的風險 畢竟已有潛力 宣告淪陷 新北市最大報下最大宗 五月十號收治急診 指標個案案一三七五 卻在十三號才得知 他曾出入萬華茶藝館 截至二十號醫傳十三 共十四人中標 包含病患 看護 護理人員 甚至釀成八滴病房 有異死亡個案 同在北部也有血液透析中心 宣告中標 由這個被居家隔離當中的 這個醫護人員 還有這個病患來回到 這個已經清消完畢的 原來的這個血液透析診所 早點出一名席生患者 五月十二號虛弱 十三號確診 診所大規模篩檢 檢出四名陽性 算算共五人 受波及的一共十一名人員 加上六十七名患者 全居家隔離 雪球越滾越大 就連南臺灣也難逃波及 起源於高雄人會醫院 一名六十多歲男行政人員 橫跨北道南 甚至到郭望華查市 十七號即興啟動清零專案 十八號裁檢出爐 證實一名女護理師楊信 甚至一度連現場媒體都被匡列 好在檢後陰性 一週內的變數 可謂一波好幾折 指揮中心都一直有做掌控 那尤其是每家醫院的 這個病床數也好 醫護人員的調度等等 都會去做掌握 話雖如此 但二十號再報 汐止國泰醫院 多一名急診醫師確診 已經全面停止急診服務 至於其他醫院 臺大北榮北市聯醫 有非醫護人員確診 北醫副醫三種松山分院 則有醫護人員染疫 作為最前線 在嚴防仍難堵萬一 都讓這場本土風暴 增添更多戒慎恐懼的未執線 這方出來張木居參謀報導